其他的路径,你們好像也在低疊 所以如果實在找不到低帽 反正就是這個路径 那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你實在是不想要放低疊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不如你就怎麼樣 把這個Member call到哪裡? SRC,拖拉放開,也可以嘛 Member不就過來了 你就可以把這個拿掉不就OK了 這樣也OK啦,反正方法很多 你可以多圓的去試試看都沒關係 那再來的話,也許你可以再一個變化題 後面的話,有一個學生成績 在哪?雲端白板上面有一個學生成績嘛 OK,那我要怎麼把它download下來 其實你可以一樣喔 但是你會發現,打開之後 它是Google的試算表 那試算表裡面的話 你把它一樣下載格式 那它裡面沒有TST 可是你應該用哪一個 給Python用會最簡單呢? 特別注意喔,CSV喔 其實CSV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是TST啦 因為它本身 其實就是TST,只是副檔名不一樣而已啦 那中間 差別是中間也是加豆點嘛 反正不就一樣的東西 只是副檔名不一樣 所以你把它點這個 下載的時候,請你找到這個 然後它的名稱叫這裡 記得把它打開來 那我如果要把它開起來的話 其實很簡單嘛 如果照剛剛的方法,你們也可以變通一下 把這個路徑改一下 要不然你把它拖拉過來 拖拉過來之後的話 我們就是這個名稱改一下 記得喔,因為它沒有副檔名 所以你副檔名要自己加一下 一定要點CSV 因為如果沒有副檔名,它開不了 然後因為它在D點底下,D冒號斜線 不過理論上,舊的版本一定要兩個斜線 但現在的版本一個斜線就OK了 所以未來如果你用的版本假設是舊的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有可能會出錯 有可能啦 然後UT,因為是Google上面的 是UTU8,沒問題 然後realize 不過如果你不確定 我建議是你一步一步來 先把它print了出來 看看那個學生成績有沒有OK 所以你會發現它總共有1、2、3、4 四個欄位 四個欄位裡面的話 底下就是它的成績 哪一個學生的三個成績 一個換行 三個成績,一個換行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全部print了出來的話 那其實也很簡單嘛 反正就是照剛剛的公式 因為你可以偷公式吧 這個就是它所有LEN 就是它全部總長度 就List1 把它放過來 全部幫我列出來 要不要切,不要切好了 直接print了出來 所以直接print出來的話 就print了什麼 其實print這個應該就是List1吧 裡面的I一個就可以了 然後後面一樣把換行拿掉 這樣就可以執行 有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只要取英文成績 跟姓名跟英文成績的話 那我要怎麼辦 一樣嘛 所以再切一下 所以先把它切開來 有沒有 切開來之後的話 它變四個 然後我只要 姓名是第一個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把它改成List2的第0個 然後後面的話就串接 一樣一個豆點 所以豆點加在後面 然後再串接什麼 串接這一個的 所以這邊應該不用strip 因為它不在最後面 最後數學才要 那所以應該是 這個應該多少 0、1、2 所以這邊輸到2就可以了 我要什麼?姓名跟英文就好 姓名跟英文 OK 把它執行 應該看得懂嗎? 姓名、英文 print一下 有沒有? 姓名跟英文 OK 這樣的話你可以取什麼? 你讀進來的東西的某部分資料 那後面其實還有 只是因為我們今天時間 應該沒辦法講完那麼多 因為後面的話 其實還要請各位做一些 做什麼事呢? 就是幫我把裡面的這個讀進來 然後還要把它 可以把它想像成以色尔 其實就是以色尔一樣 把它各科的最高分 是誰? OK 最難的 讀進來不是就結束了 最難的是 這個科目裡面 它國文的總分幾分? 平均幾分? 這個科目的最高分是誰? 最高分幾分是誰? OK 這個報表 其實我們主要是 要的就是這個東西 最好是畫圖 有沒有? 不過這個太簡單了 畫圖好像沒什麼太大意義 以後的話 如果你全校的那個圖 然後你可以一下子 可以把圖畫上一目瞭然 或者跟上一次月考比 或者跟去年比 或者跟別班比 兩者比較之價 來看一下有沒有差異性 好 那再來的話 這個答案在這裡 不過相對的看起來複雜 給各位參考 因為我想這個東西今天要講完 應該是不太容易的 我希望可以把那個重點放在後面資料庫部分 所以待會也許我們這些後面部分有些就給各位當參考 那待會我們就直接先跳到這個資料庫 先把資料庫先講完我覺得比較重要 那資料庫也不困難 我們待會就是說 可以把會員資料也都丟到資料庫裡面了 然後再把它查出來 然後可以做刪除 可以做修改 基本上資料庫最重要的四個 新增到裡面去 把它拿出來就查詢 然後如果你要刪除某一個人資料就刪除 修改 就是裡面某個資料要把它不要成績錯了 把它修改 四個 新增查詢刪除修改 如果你資料庫會這次次樣的話 基本上足夠你工作上應用的需求 OK 所以待會我們主要就講這四個 OK 畫面再緩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十分鐘 待會的話 我們最後 因為今天上課一樣到五點半 時間真的非常有限 所以我們就挑重點吧 OK 那我很希望多講一點 不過我們課程的時間就這麼長 那未來 當然我主要把那個 Python最重要先跟各位講 如果你需要再學習的話 你可以之後再找時間 把其他部分再補上吧 OK 慢慢我想你對Python就會有一定的了解 那對未來AI的應用 會比較有基礎 OK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接著看資料庫的部分 等 不可以 OK 對 就